到我了 這個是什麼 物魚丸 是公園 床丸 都不是 這個就是有氣炸窩的朋友 就真的 這個就是我的 貓山王榴槤炸彈 我就不吃榴槤的 大家知道 但是 我們的朋友 有氣炸窩試過 每個人回來說 其實他們反而覺得最好吃的 就是榴槤炸彈 其實大家想像到 氣炸窩炸彈 外面全部是貓山王肉 流心 怎麼會不好吃呢 而且很便宜 198是有32 有人問如果不是氣炸窩 就這樣在鑊炸可以嗎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懂 就是 我一定要炸 一定要炸 就不一定要氣炸窩 油炸可以 我不知道 就這樣鑊炸也可以 我不知道 就等於不一定要氣炸窩 就是你家裏有隻鑊炸也可以 我不知道 我不敢說 因為我不懂得煮 榴槤炸彈真的很變態 好了 但是你說太麻煩了 當然我要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已經翻了幾版貨 不同的 三樣 第一個就是有點脆 榴槤麻薯 貓山王麻薯 貓山王大福 上個星期四海吃了麻薯 他就說喜歡吃麻薯 於是弄到我買一間麻薯 其實我跟大家說 是各有各 都是好吃的 因為主要是吃裡面的東西 麻薯就醃硬一點 大福就是糯米丸子 大家可以想到 其實是湯圓 挺好吃的 大福很好吃的 其實差不多而已 這個便宜10元 放湯 不用放湯 拿出來攤一攤就能吃 攤四五個字 當然還有這一隻 榴槤班戟 就是林康正的致愛 為什麼呢 其實皮很薄 裡面的餡料 八成就是榴槤肉 貓山王 兩成是Grim 但是加上Grim 令榴槤肉更加滑了 貓山王 以為林康正的形容 大家可以隨時到我們這裡買 剛剛有些網友說 就算炸彈用焗爐焗都可以 都可以 可以 是嗎 我家有焗爐 嘗一下 焗爐很多人都有 但是我不能夠用 免得焗到我的爐都抽了 因為我不吃的 我不吃的 我不吃的 所以你喜歡 乖 我家就把你拿了 但我多吃一塊 東蟲下草 魚屎嫌 餓 我家就拿了